人權觀察組織在七號的時候 公佈調查報告 前世薩爾瓦多在抓捕黑幫犯罪集團 實施臨時緊急狀態的期間 以此是有任意逮捕民眾 實施酷刑等行為 造成了至少八十六個人 在拘留期間死亡 而除此之外 宏多拉斯還有雅買加 也因為政府宣布要掃黑 讓部分地區進入到了緊急狀態 拿著大鐵錘 警察破壞大門之後進入搜查 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這個月初 動員一千五百名警察 跟八千五百名士兵 前進首都盛薩爾瓦多 強力掃盪黑幫分子 但現在卻傳出 在抓捕與拘留期間 疑似出現了違反人權的情況 人權觀察組織跟薩爾瓦多司法被營利組織 克里斯特索七號公布一份調查報告顯示 受到今年三月的幫派暴力事件 有九十多位民眾被槍殺的影響 總統布格雷宣布 進入臨時緊急狀態 還暫停了宣法權 對涉案黑幫進行大規模的圍剿 而薩果的掃黑行動 至今已經逮捕了超過五萬八千人 期間發生了任意逮捕民眾實施酷刑等 違反人權的行為 造成至少八十六人在拘留期間死亡 同樣是中美洲國家也是臺灣友邦的 宏多拉斯六號動員數千名的警力 進入該國最大的兩個城市 包括首都德古西加巴跟聖部 宏多拉斯總統卡斯柱認為 黑幫控制這些地方的平民區 對民眾或企業非法課稅 這些區域將實施緊急狀態 直到一月六號進行掃黑 至於加勒比海島國雅邁加 也因為幫派暴力事件暴增 六號開始包括觀光景點 蒙特戈貝等多數地區 也進入經濟狀態 允許政府在沒有逮捕令時 進行逮捕跟搜查行動 但也引發了反政府人士的嚴厲痛擊 國人信任承受兵役 我們來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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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